各位秋友大家好 我是小野老师 今天测评一下雷神的雅瑟欧洲 这款套胶搭配的是碳素海绵 加上半年半色的胶皮 接下来我们一边试打 一边聊一聊感受 其实碳素海绵在如今的套胶市场并不算多见 我们经常接触到的内能套胶 多数采用的都是蛋糕或者高密海绵 相比较来说 碳素海绵更加扎实 底劲更大 但是发力门槛会稍微高一点 通透度也会略差 但是和匡标奔腾这种中国传统年套相比 它的速度会更快 借力也会更好 但是支撑和底劲就会稍微逊色一些 当然这种碳素海绵的表现 和硬度也有一定的关系 放在正手的亚瑟欧洲 官方标称40度 实际打起来的感觉比较猛的白金维是要软一些 大概和银维的硬度类似 从机球手感来说 和银维也很像 手感通透 速度快 打起来比较省力 正手拉球 以我使用的感受来看 有些偏软 很容易将力量传递到底板上 海绵的吞吐感 以及胶皮的摩擦力表现还算不错 拉球稳定 旋转出色 但由于海绵较软 所以拉球的质量比较依赖于底板的刚性 这种硬度的海绵如果放在正手 其实还是更加适合初中级业维爱好者 或者是俱乐部小朋友来使用 总体来说 就是我拉着很舒服 好拓板 但对手防守起来也比较舒服 在反手的试打中 硬度适中 快弓 快丝 无限高度及长度表现中规中矩 虽然不算很顶 但也不会感觉乏力 整体表现介于中国传统年套 与外套之间保证了一定的稳定性 又不适旋转 算是在年套和色套之间取得了不错的平衡 以我的实际感受来说 放在反手是要比放在正手更加舒服一点的 正反手拉下拳 持久好 旋转强 整体比较通透 对于发力一般的球友也会比较友好 多了一些稳定 但缺少了一些穿透力 整体力量表现一般 给对手的压迫感不强 防守环节 在顶大板时 海绵支撑不算太强 无限也不算太长 手上反汇的细细较多 显得不是那么扎实 但海绵的形变大 稳定性还算不错 比较容易掌控 最后做一下总结 亚斯欧洲作为一款百元左右的套胶 硬度适中 放在正反手军壳 它具有稳定通透 旋转和速度相对均衡等特点 与焦猛银维的定位和性能都很类似 但是价格只有银维的7折左右 倾价比很图书 接下来说一说缺点 第一个就是在蝴蝶板面上 裁剪后的重量大概是50克 作为反手掏脚 感觉稍微重了一些 第二就是海绵的支撑稍微欠缺 力量表现一般 好 这就是本期的视频 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